老话说得好,一日十三早,百岁不咸老 平日里很多人都喜欢吃红枣 红枣也确实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但是红枣吃对了是饱,吃错了就糟糕了 所以我们吃红枣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禁忌 1.红枣加牛奶 红枣和牛奶同时会影响我们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能力 吃完红枣后,建议不要马上食用高蛋白食品 因为维C会使这两种食物的蛋白质凝结成框 2.红枣和虾 红枣和虾一起食用可能会中毒 3.红枣和葱 红枣和葱一起吃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这是因为红枣既有补皮和胃的功效 而葱能刺激消化液分泌 两者结合起来容易导致脾胃不和,消化不良 4.红枣和动物肝脏 动物的肝脏富含酮、铁灯元素 这些金属离子极易使其他食物中所含的维生素C氧化而失去功效 你还知道哪些使用红枣的经济吗? 快快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